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下一个考点是成本管理的措施 在前面我们说了 当把这个计划值跟实际值进行对比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偏差 我们要采取措施去纠偏 而在这里呢我们会讲到四种不同的纠偏措施 在这个里面它每一个措施都有很多的举例 要求大家把这些举例我们必须要区分开 好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段话 成本管理就是要在保证工期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采取相应的措施 比如说有组织措施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合同措施 采取这么多措施把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内 进一步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 而关于这句话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 想要对成本管理不是说我一味的压低成本吗 并不是 你必须要保证工期保证质量 这个为前提 然后把实际值控制在计划的范围之内 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四大级篇措施 刚刚说了有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 经济 还有合同措施 每一个里面它都有很多的举例 而这个内容每年差不多考到四分 前面我也提到过 四大级篇措施在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六章 我们分别去讲 其实这么多里面的举例 第二章的是最多的 也是特别容易出题的 这个很难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关于四大级篇措施 你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较真儿 我们就看表面意思 因为关于四大级篇措施 编书的老师他都没有做到绝对的划分 不能我们自己你再去较真儿了 你越较真儿越容易错 一定要注意 我们就看表面含义 先说第一个 组织措施 哪些属于组织措施呢 比如 编制成本控制的工作计划 我们去编相关的工作计划 做好施工采购计划 编计划呀 做计划呀 比如说对于整个成本管理 我们进行动态控制 动态管理 这都是属于组织措施 还有 跟组织论有关的 跟组织论有关的什么 工作流程 管理职能 任务分工 这些 跟组织论有关的肯定统统属于组织措施吧 再往后 人员的调度 跟人有关的 更换人员 明确不同人员的职责 权利 责任 还有 加强施工定额管理 有定额的话 你要严格按照定额去管理 加强施工任务单的管理 按照施工任务单去控制发料 还有 控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关于这个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啊 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什么是活劳动呢 比如说我就是活劳动 活的活劳动 什么叫物化的劳动啊 物化的劳动指的是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这支笔 你不可能天上掉笔吧 它是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品 这个称之为是物化的劳动 而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给我们展开 它就会考察这个具体的 它给我们说的这些话 它不会考察理念内容 就考察这句话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还有加强施工的调度 避免卧工 加强调度 这些都属于组织措施 整体上像什么编一些计划呀 什么工作计划呀 采购计划呀 进行动态管理呀 跟组织论相关的内容 跟人员的调度有关呢 责任权利这都跟人有关吧 然后加强定额管理 有定额的 按照定额去管理 加强任务单管理 控制活劳动 控制物化劳动的消耗 还有呢 加强施工的调度 避免卧工 这些都属于组织措施 再往下看 看一下技术措施 我们必须有相关的技术手段 对吧 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提到过 我说整本书只要提到跟技术有关的 就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设计 一个是施工 这是两个大的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这个是干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学院看见这句话 他就有点懵 他说 又有技术又有经济 那么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措施啊 你注意 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选出一个很好的施工方案来 其实这句话 他有个前提 有个目的 他的前提呢 就是他有多个施工方案 有很多的施工方案 然后我要对这么多的方案进行 技术经济分析笔选 选完了之后呢 我要 确定一个最佳的施工方案来 既然你要确定最佳的施工方案 这是跟施工有关 所以它属于技术措施 我们要找到这句话 它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 确定最佳施工方案 好 选施工方法 选施工工艺 选施工方案 换施工机械 换施工材料 是不是都跟施工有关呀 只要跟施工有关 通通属于技术 好 再比如说 使用一些添加剂 改变配合笔 通过使用添加剂啊 改变配合笔啊 我们去降低材料的消耗 这个也是属于技术手段 降低材料的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 我们怎么才能降低呢 当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降低啊 降低库存成本 降低运输成本 这些都属于技术措施 再来看一下 经济措施跟钱有关 整个全部都跟钱有关 编制资金使用计划 你注意 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编计划 但是前面说的是编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 而这个呢 是资金使用计划 这些钱怎么用 用在哪 跟钱有关的 属于经济措施 确定分解 事工成本管理目标 成本管理目标 比如说整个成本目标呢 是500万 那么我对这500万给它分解开 这是对于钱进行分解吧 属于经济措施 对事工成本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制定防范性的对策 比如说我的目标是500万 那么实现这个目标 有没有风险呀 如果有风险的话呢 我们事先要制定一些防范的对策 目的是实现这个成本目标 它也是跟钱有关呀 还有落实签证 注意签证 它是一个经济文件 落实签证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签证 向业主去要钱去了 所以它也是变相的钱 这都是跟钱有关经济措施 再往后 合同措施 合同措施它包括的内容 全部都跟合同有关 比如说有合同结构 跟合同有关吧 合同当中的索赔 这都跟合同有关呀 只要跟合同有关的 通通放在合同措施里面 好 这是关于整个四大级片措施 再次强调 我们千万不要较真 你不要较真 你越较真越容易错 比如说有学员可能会这么理解 索赔 可能会索赔钱呀 那索赔钱的话 那不应该属于经济措施吗 不对 你索赔除了索赔钱 还可能索赔工期呢 对吧 所以只要你提到索赔 这肯定是跟合同有关的 你要跟合同对照 你有了损失啊 所以它是属于合同措施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看表面含义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深究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然后再做一些题目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先说第一个 项目经理部呢 通过在混凝土半合物当中 加入添加剂 以降低水泥的消耗 那么这个是属于阻止措施吗 并不是 通过加入添加剂 降低水泥的消耗 这是一种技术手段 这可以理解为是改变施工的材料 所以它属于技术措施 技术手段 好 看第二个 通过加强施工定额管理 加强施工任务单管理 控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那么这个属于组织措施 活劳动物化劳动的消耗 加强定额管理 加强任务单管理 这个确实是属于组织措施的 正确 落实业主签证 落实签证 这个签证它是一个经济文件 当有了签证之后 我就可以拿着它 向业主去要钱去 所以它也是变相的钱 属于经济措施 正确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一个 下来施工成本管理措施当中 不需要增加额外费用的是 不需要增加额外费用的是哪一个 其实这个点 我们在第一章给大家提到过 哪一个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呀 组织措施 因为组织措施 它一般的就是在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对于组织论呀 不同的人员呀 职责呀 进行改变呀 划分呀等等 所以 基本上啊 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的是组织措施 好 那么这道题它可能还会有另外的考法 比如说 在这么多的措施当中 需要我们首先去考虑的是哪种措施 还是组织措施 因为组织是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的时候 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组织措施 好 那么大家再来考虑 这四个当中 或者说其他的四大级片措施啊 什么组织措施 合同措施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那么我问大家 你说哪一个最容易让人们去接受呢 哪一个措施啊 经济措施 因为钱这儿是最容易让人们接受的 而组织措施是需要首先去考虑的 而且整体上是不需要花钱的 不需要额外的增加一些费用 好 这是这道题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A 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什么优化措施 好 选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下来施工成本管理的措施当中 属于组织措施的有什么 组织措施 我们可以先来说一下 哪些属于组织措施啊 比如说跟组织论相关内容 编制工作计划 对吧 人员的调度 这都属于组织措施啊 跟人有关 跟编工作计划有关 跟组织论有关 还有呢 加强定额管理 加强任务单管理 控制活劳动 控制物化劳动的消耗 这些通通属于组织措施 好 我们看一下 A选项 你看他说的跟 跟刚刚我提到的是不是一样呢 加强定额管理 任务单管理 控制活劳动 物化劳动的消耗 这就属于组织措施 然后B 确定最佳的施工方案 选择最佳的施工方案 这个属于技术措施 跟施工 跟设计相关的 属于技术措施 对施工成本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成本管理目标 比如说你订了 是五个亿 对于这个 钱进行风险分析 并且制定防范性的对策 这个属于经济措施 跟钱有关 我担心这五个亿 这个目标实现不了 所以呢 我要制定防范性的对策 这属于经济措施 选用合适的合同结构 合同结构 这属于合同措施 所以这道具正确的答案选A 来看一下第三题 下列施工成本管理措施当中 属于经济措施的有 经济措施 跟钱有关 看A 编制资金 使用计划 跟钱有关的 这些钱怎么用 用到哪里 分别用多少 这个是跟钱有关 属于经济措施 第二 及时准确的记录 收集 整理 核算实际的 发生的成本 记录 收集 整理 核算实际 发生的成本 跟钱有关吧 这个也属于经济措施 第三 想用最合适的 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 跟施工 跟设计有关的 这都属于技术措施啊 编制施工成本 控制的工作计划 编制工作计划 这属于组织措施 比如说 编制成本 控制工作计划 编制进度 控制工作计划 总而言之 编制工作计划 这属于组织措施 而编制 钱的 使用计划 这个才属于 经济措施 使用先进 高效的 施工机械设备 跟施工有关 属于技术措施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案 选A和B 好 第四题 结合项目的 施工组织设计 及自然地理条件 降低材料的 库存成本 和运输成本 怎么样 我才能够降低 是不是通过一些 技术手段 帮着我们去降低 所以这个属于什么措施 技术措施 记住了 降低材料的 库存成本 运输成本 换机 换料 选方法 选方案 通过使用添加剂 改变配合比 降低材料的消耗 这些通通属于技术手段 技术措施 选C 好 那到目前 我们整个第二章 第一节的内容 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考验总结 首先说第一个 成本管理 这个成本管理 我们先来看 这个施工成本 它到底包括哪些钱呀 包括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什么是直接成本 是直接构成工程实体 或者辅助工程实体 形成的费用 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具 使用费 或者说 还有措施项目费吧 然后 间接成本呢 是没有办法构成工程实体 我们也不能把它 寄入到工程实体里面 但是也不得不发生的 这些钱 比如说 管理人员的工资 办公费 查理交通费 这些我们认为是 间接成本 好 我们在对这个成本 进行管理之前 必须要做好很多的 基础性工作 那么这些基础性工作 最根本 最重要的就是 成本管理 责任体系的建立 带责任两个字的 是最根本 最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还要 三建立 两统一 三建立 建立 结定额 建立 寻价网点 建立 管理制度 两统一呢 这是三建立啊 两统一 统一 成本计划的内容和格式 统一的示范 我们要科学的设计 设计什么 成本核算账策体系 业务台账 成本报告报表 目的是提供一个统一的示范 好 然后成本管理的任务 包括计控和分考 一定要注意 在基础性工作里面 它是绝对不会包括计控和分考的内容 好 先说计划 这个计划呢 它是由施工单位去编制的 而且是以货币的形式 形成的一个书面方案 把不同的地方 它要花多少钱 我们体现在纸面上 形成的书面方案 并且这个计划 它也是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 开展接下来控制核算的基础 也是接下来去指导成本的一个文件 是设立目标成本的依据 注意这个我们做的计划 它就是一个小目标 好 成本控制 控制涉及到的时间 它是从投标阶段开始 直至保证金返还的全过程 从初次接触到这个项目 一直到发承报 双方把所有的钱全部结清 从投标报价开始 一直到保证金返还整个过程 都要进行成本的控制 分为是先是中和是后 再往下看 看一下核算 核算 核算对象一定要注意 它是单位工程 对于单位工程进行核算 两个环节 规及和分配 计算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什么叫做规及和分配啊 规及就是我要把这些钱花在哪 分配呢 分别花了多少钱 这叫规及和分配 然后一共花多少钱 每平米花多少钱 这是计算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并且我们在进行成本核算的时候 它是按照规定好的会计核算 进行的 会计核算的周期去进行的核算 因为我们所有的核算 全部要服务于会计核算 所以我们整体都要按照快期核算的周期进行核算 两个核算包括现场的成本核算 还有企业层面完全成本核算 一说现场呢 它针对的是项目层面的 一说完全的呢 是针对于企业 针对于企业 项目层面的是用于考核项目管理绩效 而企业层面呢 是考核企业的经营效益 好 成本分析 这个分析呢 它是拿到了计划值和核算值 二者进行比较 从而寻求进一步降低成本的途径吧 然后再往下 它在进行比较的时候 都是谁跟谁比啊 一共有三组比较吧 核算好的实际成本 与你最初的目标成本经营比 与投标报价的预算成本比 以类似项目的实际成本经营比较 它要和它们三个经营比较 好 成本分析 要注意分析是关键 纠编是核心 分析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它是关键 因为你在分析的时候 必须要分析对了 如果你要分析错了 后面跟着就得全错 所以分析是关键 当你发现有偏差的时候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 纠编吧 所以呢 纠编是核心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四大俱编措施 组织措施肯定是跟组织论有关 跟人员的职责责任权限 这个人员的调度有关的 还要加强施工的调度 为的是避免卧工啊 还有编制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编制工作计划 注意编制工作计划 不管是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还是进度控制工作计划 编制工作计划 这就属于组织措施 加强定额管理 加强任务单管理 控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这些都属于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呢 跟设计跟施工有关 跟技术手段有关 比如说对于那么多的方案 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笔选 最终我们要选出一个 最佳的施工方案来 选最佳的施工方法 选施工工艺 换施工机械 换施工材料 这都是跟施工有关 在某些材料里面 我们改变配合笔 加入添加剂 从而降低材料的消耗 这些也都属于技术手段 降低材料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 都是属于技术手段 然后经济措施 编制资金使用计划 跟钱有关的吧 资金使用计划 对施工成本的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然后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这个都属于跟钱有关的 你看我们再来说一遍 对施工成本管理目标 比如说你想要管 这个目标是五个亿 你看看能不能实现 是不是有风险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采取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 成本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这是跟钱有关的 签证 签证它是一个经济文件 有了这个经济文件 我们就可以找业主去要钱去了 可以的 合同措施呢 全部都跟合同有关 合同结构啊 合同当中的索赔啊 只要跟合同有关的 都属于合同措施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内容 好谢谢大家 我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